这是一款五合一的支架机 它是由加热、内框分离、屏幕分离、除胶、压支架 可以五个功能 这个是分离的加热台的温控 这个是除胶和压支架的温控 加热部分控制的 这边是屏幕分离的真空梦五开关 这个是A框的开关 这边是A框分离大膜的开关 这是新款的 现在可以压苹果四 苹果五 苹果四点七 苹果五点五的 所有的支架都可以压 这是四点七的上膜 然后在这上面装上去 现在的这上面 现在装上的上膜 可以压五点五 四点七 五点五 苹果五 苹果四都可以公用的 其他就这样可以 现在我们开始拆三星的中框 首先在加热台上加热 一般我们说到九十到一百都可以 一般加一个一二十秒就可以的 当手摸在上面烫手 有烫手的感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操作了 OK了 可以拿起来 这是 OK 现在我们开始分离屏幕 首先把这个硅胶皮抵好孔 然后这个拉到进入味 这个螺丝可以锁住的 然后把屏幕盖住这个温度 我们已经到温度了 现在开启 我们开关 然后放丝 温度可以了 先尽量往下靠 尽量往下靠 这个是红色一招 这个是红色一招 OK 非常好 OK 现在我们开始除胶 除胶 一般除胶温度我们设置在一百八十度 然后这个要松一下 能够滑动 刀片 装在这个 一般我们靠下来的时候 松掉 靠起来做法 刀片上去 把要除胶的屏幕 放好 从这个排线片面位置开始 刀下去 OK 下面我们开始压支架 这是上模的那个加热温控器 一般我们把这个温度设到一百六十度 先把刀片拆掉 现在我们压的 今天我们压的是苹果四 先放苹果四的模具 下膜 下膜 这里是有一条槽的 刚好定位 这里 然后先定位 刚好定位 定位后面 然后 把这个位置 然后把这个位置进去 调好 推过去 刚好 每次推过去 刚好 然后把要压的支架 靠好位 这边是有个开口 开口是对着排线的 我先 我先 把镜头压下去 压六秒钟左右 再提醒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这个是苹果的所有的支架模具 这苹果四 苹果五 五 C 五S 苹果六 四点七 苹果六 五点五 下膜 下膜 所有的下膜都可以放在上面压 上膜 现在装上去的这个上膜 可以压苹果四 四S 苹果五 五C 五S 还有苹果六 五点五 只有四点七的 我们需要 再装一个上膜 装上膜的时候 很简单 靠好 刚好 然后找一个 右脚打的手 这里有个螺丝 平时不用的时候 它是弹 螺丝 装好 齐心 OK 再把上面 这边 也上上 然后 选个六 这个槽 对好 刚好的 我把上面调好 OK 它是弹的 这边 它是弹的 感谢观看